FOR的話呢 今天至少要把回圈部分要把它Ending 然後明天的話呢 才又可以再更上一層都 所以請各位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回去再動手一下 千萬記得 一定要動手 不能只是動眼 OK 然後 比如說我今天要寫一個畫回圈的一個1加到99怎麼做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以剛剛這一題1加到99FOR回圈對不對 我把它複製一下 利用它或者另存心檔也可以 把它再貼上 Paste它 然後這邊的話我把它改成什麼1加到99的畫偶版本 比如說這邊的話不要 這邊加一個畫偶 那FOR回圈跟畫偶回圈有什麼差別 我把它打開 OK 那裡面的話第一個 其實它基本上有三個地方不一樣 哪三個地方 1 我們FOR回圈的初始值寫在這裡 但是壞了回圈不能夠在這個range裡面寫 所以你必須怎樣 先把初始值 初始值的話就I I等於1 先寫在這裡 也就是這個東西要搬到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然後我要不進值 step我們本來不是1嘛 1變2 2變3對不對 那我們特別注意 請你要寫在這個回圈的最下面這一行 然後寫什麼 寫I加等於1 其實I等於I加1也可以 也就是說這個跟這個要另外寫 然後最後的話呢 這邊要改改什麼 改File File打W就OK File這邊後面是條件 當什麼條件要進到回圈 當這個I的值怎麼樣 如果1到99的話 當I小於多少 小於100的時候 OK 小於100 這樣就寫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File回圈感覺寫起來好像比較簡單 但如果我要把它改成File回圈 只要注意三個地方 一 你的初始值 記得寫在這個回圈的上面 第二個step值一定要寫 在File回圈裡面range就不用 step如果沒有 那就是1 可是這邊一定要寫 不寫的話變無從回圈 因為I的值不會幫你加1 OK 然後條件寫在這裡 當I是小於100的時候 所以I等於1幫我加起來 當I等於2又加起來 一直跑到99還是加 當它等於100的時候 100跟100相等 所以不小於 那如果當這個條件 不是為True 不是為E的時候 不是為True的時候 它就會離開了 為False的話 它就跳離了 跳離的話我要怎麼 把這個結果給print出來 不過我print應該是print到 這個外面才對 所以剛剛程式好像可以 好這樣子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乾脆不要加這個好了 這個剛剛寫的 就這樣 OK 就是File I小於100 然後幫我加總 這乾脆也把它寫一樣 I上加等於I 好的 OK 這樣的話就是 1加到99的File版本 把它執行一下 4950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把File回圈改成 File回圈會有三個地方要注意 OK 第一個就是 那第二個如果你要改什麼 改99乘法表 像這邊99乘法表 如果要把它改成File回圈 一樣的方法 先改這個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I等於1 對不對 然後在這邊的 這個File回圈裡面的最後一行 加上I加等於1 第二個地方 第三個把這個什麼 把它改成壞 壞 有沒有 當什麼呢 I什麼 小於10的時候 小於10 對 小於10 1、2、3、4、5、9 OK 財經回圈 那這樣執行的話會不會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執行 沒有 沒有我先改一個 其實他改 可以先改一個沒關係 你想說File J可不可以再改 可以的 也就是說你不一定說 兩個都要改 你可以 比如說你想到 老師那J可不可以改 一樣 J等於1 然後在這個裡面的最後一行 J加等於1 就等於加 然後在他的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壞 OK 壞 然後J小於10 好 改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會不會OK 其實應該也會一樣 一模一樣 OK 也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比較一下 File回圈跟壞回圈最大的差別 就是第一個 他的初始值 File回圈已經在Range裡面了 他的步進值 他也在Range裡面了 但是他的條件呢 其實File回圈也在那個裡面了 所以基本上 不用拆開來 但壞回圈比較麻煩一點 就必須要拆開來 所以有時候 我不喜歡用壞回圈的原因在這裡 他如果說要這樣個別寫 實在是很麻煩 OK 但是有些部分如果說他沒有值的增加 或者是步進的問題 他就是一直增加 那我們上面跟下面不用寫 那用壞回圈可能會更恰當 他只是一個條件 我判斷說 當什麼條件發生的時候 那我才去做這件事情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稍微改改看 我剛剛主要是改什麼 1加到99 主要改這個 這一個 改的位置 然後這個邏輯判斷 還有99層發表 把它改成 這個File的版本 試試看 那大概就知道說原來 其實你會發現 File回圈會寫 你File回圈基本上也應該知道 該怎麼寫了 OK 所以其實回圈也沒有 那麼複雜 我只是說 他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人腦比較沒有這種 反覆重複的這種功能 而且其實應該講起來比較討厭 但是卻是電腦的最大的專長 所以其實你應該想想 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不用重複的 然後可以反覆讓他去跑的 其實都應該交給電腦去做 是最恰當的 那在未來 我們主要是希望說像AI 或者是像一些這種科技輔助的 自動化、智慧化 其實主要就是這個部分 重複性的事情 可以交給電腦幫我們完成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把File回圈改成File回圈 好